我覺得馬英九這一趟 當然各方的解讀不同 但是我個人認為至少他很清楚明白 在中國大陸表現出他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的立場 所以我個人認為至少馬英九是不會失分的 也讓大家更清楚九二共識到底是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個對國民黨歷來的主張當然是有所幫助的 那侯友宜最近開始比較明確的表態 那當然也讓國民黨內 那個惶惑不安的心情開始比較穩定了一些 所以這些對國民黨都是有加分的作用 可是問題在於現在國民黨仍然只是第二大黨而已 他跟民進黨還是有段差距 所以我個人覺得國民黨也不用高興 為什麼 因為你們始終還是落後於人家 還要繼續加油 我覺得這份民調給我來看 我自己透露出一個最應該要去理解的一個訊息 就是你可以看到時代力量跟激進黨 他們的民調都大幅的下降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的是 極獨派進入了所謂的深水區 這表示這個國家2024年整個選舉的主軸是 誰是維持現狀最好的選擇 誰就有機會贏 你可以從這份民調明顯的看到 就是說極獨的人變少了 支持維持現狀的人變多了 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賴清德 在他的提名演說裡面 他特別去強調不要台獨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國民黨應該要看清楚狀況 就是整個氛圍其實是在往比較友善 比較有力的這個方向去走 那我們接下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證明我們就是維持現狀最好的選擇 那這樣自然就有機會做到政黨輪替 所以從這份民調你可以看到 當整個兩岸議題進入深水區的時候 國民黨一定要適時的把球接住 這個回升其實我認為只是剛開始 如果球接得好 他就會繼續的去做超越 好 如果有些睡眠問題的話 可以來試試看 我們往往推出的這個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上一包 就可以讓大家清爽無負擔 告訴大家在哪裡購買 這個地方有我們QR Call 掃瞄一下就可以到快點購網站上投來購買 這裡有我的推薦代碼 CTI321 邀請大家多多支持